我赚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癫狂的状态 打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雪莉达 我今天来到一个地方 这边一名叫 就是有一些人家 比如说他们要搬家呀 他们就会把之前家里用的东西 拿出来卖一些古董级别的东西 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这是有什么感觉吗 就好像闯进了人家 然后像抢道一样 抢人家东西 开始吧 软宴包拿下 这个人在搜集的画报的图书 几十年前的图书 拿下 这么多 全是 我全要了 世界对付 世界历史 就是超赞 拿下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成果 数了一下 一共有18本 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这个人从1959年开始 在那四十多年 他可能从十几岁二十几岁就一直开始积攒这个 就相当于这个人最美好的青春 最美好的年花都在搜集这些 相当于我买了他人生最好的阶段的时间 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然后还有一本书特别有意思 它印刷的特别好 然后它是一个世界故事 感觉有一些都是神话故事 这个人太好看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 天狂的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瓶子 刚才让朋友看了一下 这个应该是手工刀切的 然后还有这个包 你看它就是一个晚宴包 应该是它参加完晚宴之后就没有整理这个包 然后它上面有这样的logo 这里面有一张名片 然后还有一个手绢 梳子 口香糖 还有一个戒指 还有一个这个小包 一粒药 我赚了我跟你说这个包 我跟你们讲逛这种市场真的是会有很多很多惊喜 你知道吗 我还买了一个这俄国生产私人的手势盒 质感超好 还有两顶帽子 只有马术帽 你看它的内里做的相当考究 然后还有一点这样的帽子 它这个内胆可以拿出来清洗 这个点特别好 好棒 最后就是这些手绢 都是纯手工的 特别美 它上面的蕾丝 还有点香味 你看它的这个锁边 它这个边全是纯手工做的 就是那种爱马仕丝巾的卷边的方式在做 相当精致 太激动了 太感兴了 我觉得在这边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 他们把我们认知里面的古董 当成日常的生活中在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来美国 其实买古董 是最合适的 就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非常值钱的 而且其实很多古董店的老板 他们也会去这种 Moon Style是去选 操的就是大家的眼力跟鉴赏能力 这种地方 太有意思了 那过几天我可能还会去古董小镇上去看 到时候再给大家去分享 我太开心了 拜拜